我们看到了台湾 台湾的慈祭人 菩萨七十多岁 扣这两只桥手 他真辛苦要娶女 现在孩子都成功了 成家立业 可是他没有休息 孩子不断点滴 他没有脱离组队 同样投入社区 同样去帮助这需要帮助的人 那是为什么 不是为兵 现在是为人甘菩萨 为主席在做 这种人间菩萨 堂 都快乐 忙得很快乐 付出得很自在 这才是 慈祭人 来人间是真有力宿 有目的 不是空贵人 不是康乡思维 佛陀来人间是为一大事 是说法教菩萨道 我们来的一大事 是学佛法行菩萨道 路人群 这都是我们的一大事 所以一大事 一定要记得 这都是我们天天最丰满的守候 我们在讨历的纪彩 瞎 绎 好